這件事情反差最大是 每天你看到那個王大偉言 早上在立法院 正氣凜然 然後就是以權威發言 教訓官員 然後閉視同裁 然後他在K國民黨 然後下午到各大政論節目裡面 酸國民黨 酸其他出包的人 有的沒的事情把他擴大化 然後說老共可能每天都可能 下一期秒鐘就要打來了 每天都在發布這個仇中言論 正氣凜然 然後在十幾年前 當張明清來台灣的時候 還去追打他 推倒他 演來台灣民族英雄 但是我們的民族英雄 今天碰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怎麼講得有點支支烏烏 我覺得最大的反差在這邊 最大的反差是 他每天這樣去酸別人 今天 撅起來 然後今天很多人講 怎麼撅起來就躲起來 講他這個話 講得都有點酸酸的 我覺得最好笑是輕盈空襲 我怎麼看到這個 我馬上噴嚇一下 最好叫輕盈空襲 這個就為我們這個什麼 長照2.0的 立下最好的示範 就是讓年輕人跟 比較年長的長輩了解彼此的 生活跟差異 怎麼樣一起在同居一個屋簷下 然後小的幫年紀大的 買早餐照顧他 也是滿溫性 對 滿溫性 然後開車先去地下停車場 先把車子開上來 然後空氣不靈的時候 還幫忙在外面按一下 多溫馨的畫面 多互助的畫面 這是我們看不到王定宇的 另外一面 溫馨的一面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也就 大大方方其實就面對 就是我跟他真的是好朋友 我們彼此相互照應 我在台北人生地不熟 白天要打仗 下午要這個政論節目 要去批別人 晚上能夠回到一個 在台北一個安心 溫馨的小窩 彼此聊一聊談談天 談談國家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 何措之友 他不要再對這麼 正氣禮藍的王定宇委員 這樣子苛求他 而且他太太也都知道 但是他太太知道是 他在台北租房 房東是誰 然後那個房東 會不會常常來這個租的房子 我想他太太不一定知道 這麼詳細的事情 而且房東是接送加早餐 對 接送加早餐 等於是民宿的概念 我們去住民室的時候 民宿主人也很貼心 就是早上點還可以點菜 然後到車站接我們 送我們去車站 然後是回到溫馨的家 這就是一個 顏若芳民宿的概念 所以怪不得王定宇 8000塊一個月住到底 如果這樣的民宿 給通知我 我一定也是一個月8000塊 我再加碼 1萬塊住到底 真的大家都想住 真的很 今天要下雨 兩樣要嫁人 這是沒辦法的事情 但你剛剛說去年都沒有颱風 如果去年是韓國瑜當選總統 也不會有颱風 所以到底是天災還是人禍 我們要先把它區分開來 天威難測 不是這個神威蓋世 不是 因為蘇院長 他沒辦法蓋水 也沒辦法 蔡總統也沒辦法 你說只能靠什麼梅雨 趙雨 然後可能會有颱風 來補充這個水庫的水量 但是我一再跟觀眾朋友講說 因為去年的大選 他不是靠政績連任的 他是奧迫 一個很簡單 你到底是要骯髒贏 還是要乾淨輸 結果最後韓國瑜是乾淨輸 然後蔡總統就骯髒贏了 這樣的結果 就是大家一起來承擔 但是王美花 因為他是蔡總統 台大法律系的學妹 人家會拍馬屁 人家會做官 他有一個好老公 是國安會的秘書長顧立雄 真的 就算是真的缺水或什麼的 我相信蔡總統也不會換 因為經濟部長就問 他的穩度跟誰一樣 跟農委會主委一樣 那是小英男孩 那是蔡總統迪西野 跟吳亦那些 你迪西野做事都在那裡走 對 經濟部長跟農委 那個是不會動的 反而是蘇貞昌他在這個 因為你也知道 這個8月可能有四個公投 這個公投下去 如果再加上這個 如果沒預期 這個水庫有進水 不如預期的話 可能蘇貞昌這個院長的寶座 可能會有危險 公投的結果 還有這個抗旱的結果 這些東西就如同 我們剛剛前面在講說 這個高雄的治安狀況 跟公安狀況一樣 我們都不是心災樂禍 但是缺水的狀況是 蔡總統你要想辦法去解決的 因為我們做了太多的 大內宣跟大外宣 很像我們在去年 整個新冠病的疫情裡面 我們是全世界的模範生 台灣可以幫助 然後我們做得非常的好 我們經濟也四小龍最好 然後什麼的 這些法羅吹完之後 當回歸到基本面 我特別要提到我們賴副總統 當初賴副總統 接林權當行政院長 上來之後賴清德 因為你知道賴清德是這樣 他眼睛長在這裡 自視甚高 賴清德說五缺我都解決了 你去吊帶子一定有 賴清德說五缺 真的 這個我沒吊到 五缺之一就是缺水 缺水 缺電 缺 缺地 缺人 缺工 對 總共五個缺 我解決了 我那時候想說你怎麼這麼厚 林權是笨蛋嗎 林權才是真正的財經專家 林權他沒有辦法解決五缺 賴清德上來就砍就一罵死解決了 你現在缺水問題來了 所以講很簡單 我解決了五缺 現在水的問題來了 賴清德就躲起來 這是副總統 這不解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畫面中就是遺失手機的定位追蹤 一名謝小姐指控手機 去年12月凌晨遺失 發現居然在嘉義縣家樸公路 沿路移動 明明前一天在高雄搭上計程車 指控手機丟在小黃車上 卻被司機一路載向北方 我們就沿著定位一路找到嘉義 發現有一台計程車停在紅磚道上 請客服聯絡這台計程車車主 我們大概在車旁邊 等了一兩個小時 客服說如果真的是在他們的車上 他們的時機素質都很好 一定會歸還 所以我就回高雄繼續等 謝小姐說從高雄一路往北 追了100多公里 發現訊號就在嘉義市區 路邊的小黃車上 但詢問車隊卻聯絡不上問獎 回高雄隔天又發現手機定位移動 緊急報警才終於聯繫到人 司機說車子被他朋友開走 昨天傍晚司機說他朋友 有心在車子走過 都沒有在車子上面 自己也有親自去找 回想當時隔著車門 卻拿不回手機 心裡真的很噢 事後對方也不認帳 最後手機關機 追不到定位 讓他氣得PO文說以後再醉 打死也不搭這間車隊的計程車 非常歡迎的 跟他走法律的途徑 到最後他還是沒有證據說 我拿走他的手機的話 我希望他可以道歉 我已經被舞廳的系統踢出來了 問獎出面海淵表示 當時也主動聯繫過對方 因為被指控偷手機 他已經不能在舞廳前排班載客 如果有涉及刑案的話 我們警方是可以依照 手機的電話號碼或序號 去做通聯的調閱 事隔三個月 警方呼籲當事人報案 不過謝小姐也遺失手機序號 恐怕也難提告侵佔 施主跟問獎各說各話 手機誰偷的 成了羅生門 記者宋佩成高雄報導